推广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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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是杰克 这段影片我们来讲推广佣金的设定 那推广佣金是我们 在联盟行销里头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因为我们成立这样子的系统 那推广人员来替我们推广产品 都是为了佣金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设定佣金的部分呢 我们一样来到推广联盟 底下设定的这一个 页面那在一般 这个页面底下 会看到 在成交记录设定这边 会 先看到佣金类型 然后 佣金类型要搭配 佣金费率来使用 我们先看一下佣金类型有哪些 它有两个 一个是百分比一个是固定金额 那你看到固定金额 现在后面是USD 美元 所以你要先改一下 我们可以在下面 货币设置这边 把它改成 台币 我在这边 我并没有所有的币种都翻 因为我觉得全部翻成中文 第一个其实对大部分人用不到 那第二个你这样 你要找新台币其实就不好找了 因为都看到中文 这样子其实找 一些少数几个币种 其实还蛮好找的 那如果你是找英文 那就更方便找 因为你认字母 就可以找得出来 然后 货币的部分 你还可以去选择它是在前面 比方说现在十块钱 现在货币符号是在十的前面 就是之前 那在后面就之后 看你的需求 那千分位 现在是用逗点 因素半型的逗点 然后这个是用 据点 因素半型的据点 来当小数点 那正常来说 台币比较少会遇到小数点的状况 通常都是 美金会遇到 那我们在这边储存一下 然后我们再回来看我们的佣金类型 你就会看到固定金呢 这边改成TWD 就是台湾$ 就是新台币 那这两个要搭配使用 是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 我百分比搭配20 那代表什么 代表我的佣金是20% 100块的产品 那我是拨20块 给我的推广人员 那你如果是改成固定金额 那就是 20块台币 那代表什么呢 代表我今天如果是卖 120块的 产品 其中有20块 我要给我的推广人员 所以我100 他20 那如果是20%的话 在 120块里头 我就是要给他 24块 这个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百分比 一个是固定金额 那看你的状况 如果你的商品 適合用固定金额 那你就用固定金额 但是比较常见 可能会是百分比 这不一定 依照你自己的需求 好 然后再下来 这里有 另外两个设定 那这个 可能会是 跟购物车 你要实体 要运送东西 才比较有关系的 你可以勾选要不要 计算运费 好 那假设我今天卖 500块 的东西好了 那我运费是100块 那我实际 收到 就是 顾客付给我这个 网站 我是收到600块 那我是用这600块 去计算20% 还是用原本商品 500块 去计算20% 那你就要 在这边做选择 一般来说 我 个人比较常遇到的状况 是都不计算 就是我用500块 计算 这一个费用 而不是用600块 去计算 实际上 这100块的运费 本来就是 纯支出 我并没有收到钱 所以 我们是用商品 本身的 价格 来做计算 所以这个 不计算运费 不计算税金 你如果不勾的话 其实你要给推广人员的 佣金会比较高 比方说刚刚那例子 我600块给他20% 我要给他120 我用500块去计算20% 我只要给他100 所以 如果连运费都计算进去 我要多给他20块 那这样就不划算了 也不是不划算 因为 其实理论上 那100块运费 所以 我们也并没有 收到自己的口袋 那怎么去拨佣金给人家 这样 其实也不太合理 所以 你可以这两个都打勾 一般状况 那你如果说 你的状况是适合 要计算运费 要计算佣金的 那你就不要打勾 好 然后这边有个 Cookie期限 就是说 我今天打开 我今天是访客 我打开一个推广连结 可能我看到广告 我看到一个部落格文章 我打开这个推广连结 但是我今天没有买 我可能过两天之后 我又打开一个连结 我先不管这个连结是 同一个推广人员 还是不同推广人员的 好 那 结果我才买了 那这样子到底 有没有计算 就是我之前那一个推广连结 那就要看你这个Cookie的期限给多久 如果你只给一天 那24小时过了之后 我再打开这个 原本这个连结 或者是我不是打开这个连结 我是打开这个网站 我并没有带推广ID 那 如果Cookie还活着 那我购买一样会算在 原本那一个人 可是如果我 Cookie已经 没有了 清掉了 他只设一天24小时 那我买了 自然就不算给哪一个推广人员 好 那 这一个Cookie预设 他是一天 不过一天 我个人是觉得 蛮少的 一般你可以设个30天 60天 可能会是 比较 符合 外面的一个标准 那当然你也可以不用管外面的标准 自己按照你想要的来设定就可以了 好那假设我设计10天好了 那 Cookie的期限就是这样子设定 好 但是这个Cookie的期限还会跟 这一个成交归属有关系 在原本的Affiliate WP这个外挂 它的成交归属都是前者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Cookie期限这10天之内 好 假设我第一天我打开了 A推广人员 A先生的推广连结 但是我没有马上买 后来到第5天 我又看到一个广告 是B先生登的 那B先生的推广连结我就打开了 然后我就买了 因为我觉得 诶 这个东西我之前看过 然后我觉得 是应该要买了 所以我就买了 那我打开A先生又打开B先生 那到底我这一笔佣金要给谁 当然对买的人没有差别 可是对推广的人有差别 那一开始 Affiliate WP他并没有这一个选项 并没有成交归属到后者的选项 他一律是给前面那个人 就是A先生 那什么时候才会轮到B先生呢 那就是用cookie去限制 就是 假设B先生是第11天 那OK 那就是B先生的佣金 因为已经期限已经过了嘛 那就没有A先生的cookie了 好 那现在多了一个功能 叫做成交属于后者 就表示我不管cookie有没有过期 反正最后打开那一个买了 那就是算后面那个人 所以依照你的需求 依照你自己的考量 你网站的架构 你去决定 要不要打勾 有打勾的话就是成交属于后者 没打勾的话就是成交属于前者 那这没有绝对的好 也没有绝对不好 你看你这个程式的设计你就知道了 一开始他只设计属于前者 那为什么 如果属于前者就是好的 为什么他后来还要再多设计这个功能 一定是有人觉得属于前者不好嘛 他想属于后者 所以他就提出要求 然后作者就多了这个选项 好让你们自己去选 你要前者就不要勾 你要后者你就打勾 好那这个就是在佣金部分的设定 那这里是属于预设的 大陆讲叫全局的 就是所有先以这个为主 但是如果你今天希望给特别的推广人员 特别的比例可不可以 可以我们其实在之前 新增手动新增推广人员的时候 其实就讲到比方说我可以对 这一个001WP User 我身边设定是不是25% 我刚刚设定20% 你看这几个都是预设的 20% 所以你可以我们挑一个 预设的进来编辑 你不要去点人名 点人名会跳到 Wordpress预设的账号 好那像这一个 User001 那它的佣金费率是没有 调整过 它选的是网站预设 可是如果今天我想改变 我想让它有30% 我就选百分比然后选30% 那它就会以30%为主 它就不是去领那个预设的20% 好所以这个是有关于佣金设定的第二个要知道的 你是可以针对人员 那除了针对人员独立设定 我还可以针对商品独立设定 比方说我WooCommerce设定好了 我这个商品 我的利润比较少啊 所以我不要20% 我只要拨10% 可不可以 可以 那我 在 之后我有影片讲WooCommerce的整合 我就来 再来跟大家做说明介绍 好那佣金最后我们再讲一个就是在设定里头 好今天 呃 我是推广人员 那我拿 的推广网址去推广 那有人成交的时候 我当然会希望 被通知到 我的推广是有效 好那我可以去分析 诶我这样子的推广 可能 是我买 呃 FB的广告 所以很有效 那我就 加码 所以我需要被通知 这个有没有被成交 那通知的部分就是在邮件这里 那 上面这边是一些基本设定 这个我们在 之前在讲 呃 申请 表单 就是给推广人员自己申请表单 那个部分我们已经讲了大部分 那在这里面有一封信是成交的 好这里 推广成交之通知信件 好标题可以填在这里 那内容填在这里 好然后 下面还有一些 啊就是标签是可以来运用的 像这边就是带 三个标签 第一个是 就是 人名 比方说刚刚那个叫wpuser001 恭喜 他的名字 然后 金额 他这一笔订单 是赚到多少钱 比方说500块 的20% 他就是赚到100块 这边就会显示100块 然后这边就是 登录的网址 他就可以登录来查看 这样子 好那如果 这个推广人员他不希望收到推广通知 他要停止 或者是他没收到他要启用 他可以来到他的推广后台 然后在设定里头 在这边呢 他可以设定他的收款邮箱 他也可以去启用 或 停用 停用就不要打勾 打勾就是启用 就是有成交的通知 好那有关 佣金 的设定 在 Affiliate WP 预设 都已经讲完了 那 我们还会 在后面的影片会提到 那我有装WooCommerce的时候 有哪些跟佣金有关的设定 还有我们会介绍RCP会员系统 然后他的佣金设定是怎么样 那 那个部分就 看你的需求 如果你要看WooCommerce 如果你要看RCP 你就可以在 后面 独立的影片里面去 呃 来观看 好那这段影片就为你介绍到这里